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论人生短暂》 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作者叫塞尼卡,是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演说家、政治家、剧作家 是2000年前的人,他出生于公元4年 在公元65年历世,一共活了69年 塞尼卡是一个富二代 他的父亲老塞尼卡是古罗马著名的作家和修辞学家 什么叫修辞学?就是语言的艺术 专门研究怎么说话、怎么写作 能够更加清楚地表达意思 更有说服力、更有影响力、更有表现力 其中就包括各种辩论技巧、演说技巧 那么由于老塞尼卡是一个非常擅长语言人 他就把这个技能传给了他这个儿子,小塞尼卡 所以小塞尼卡也是一个能说服力道非常厉害的 当然也不光是语言技巧厉害 因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自己也非常好学、喜欢哲学 所以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 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说家、哲学家 同样由于他的哲学思想非常受欢迎 所以他在整个罗马社会中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粉丝很多,也享有非常高的声音 本来他的人生应该是非常顺利的 但是随着他在罗马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 灾难就降了 就是在他43岁的时候 他被当时只有27岁的罗马帝国皇帝卡利古拉出于死刑 为什么出他死刑呢? 是因为皇帝嫉妒他的才能 他影响力太大了 这皇帝也很年轻,刚刚上位 卡利古拉是一个典型的暴军,实行恐怖统治 他25岁当着皇帝 就听说塞尼卡这个人特别受欢迎,有影响力 于是直接就给他出了死刑 其实就跟老子说的一样 你有才华你就得收拾点 你不能展露 特别是在动荡的年代 塞尼卡出生在古罗马一个朝代更替的时候 他出生在罗马共和国 但成长成长着,朝代发生变化了 变成罗马帝国了 所以整个社会是非常动荡的 在这个时候,谁要是展露头角 被干掉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结果很幸运的是在行刑之前 卡利古拉听说塞尼卡有哮喘 在那个时候哮喘是不治之症,绝症 所以卡利古拉就觉得 和这个得了绝症人较真也没啥意思 就给他赦免了 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 他不算是暴君 其实这一次他暴君了一个特点 这个人喜怒无常 想让你死就让你死 过两天心情好了,你就可以不死了 他这种喜怒无常就让周围的人特别的害怕 那么塞尼卡逃过这一劫之后 本来以为就没事了 他自己也就再没有去演讲 或者是突出自己了 结果仅仅过了两年,公元41年的时候 29岁的卡利古拉皇帝被人刺杀 他被谁干掉了 是被所谓皇城的禁卫君干掉 为什么干掉他呢 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卡利古拉这个人实行暴政 大兴土物,大增科捐杂税,民不聊事 所以很多人是想推翻他的统治 还有一方面想推翻他的这伙人 不仅仅是推他个人不满 而是对整个罗马帝国不满 他们是想推翻整个罗马帝国的 说白了,就是想推翻他的人 是天地会的,想反清复明 但没想到,罗马帝国的皇室反应申诉 发现卡利古拉死的第一时间 立刻宣布,由卡利古拉的叔叔 也就是后来的克劳迪一世继任皇帝 这一下子皇室的地位就得以保证了 反清复明的计划就失败了 除非你又立刻把克劳迪一世干掉 克劳迪一世本人是一个非常脆弱的 本来对皇位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兴趣的人 结果临危受命当了皇帝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 克劳迪一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把罗马帝国治理的很好 但是他下场不太好 在位13年之后被他老婆一直皇后给毒死 这一会儿我们还会说的 克劳迪一世上位之后就要调查一下 谁是天地会 谁在幕后策划了对克里古拉的谋杀 这时候朝中大臣就开始互相撕咬了 消灭政敌的最好机会来了 互相构陷 在这个构陷的过程中 旧人跟皇帝说了 谋划刺杀克里古拉的人里边一定有塞内卡 因为塞内卡和克里古拉有仇 不仅仅是因为克里古拉曾经判处塞内卡死刑 而且塞内卡和皇后的妹妹 也就是现在现在皇后的妹妹有私情 说到这大家可能也听不懂 为什么他跟皇后的妹妹有染 就会想杀上一任皇帝呢 是因为上一任皇帝喜欢现任皇后的妹妹 而现任皇后的妹妹喜欢塞内卡 是他的粉丝吗 可能是吧 但这个事是构陷的你知道吗 不是真的 在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 我给他补充一下 这个事情大家不知道 可能思路还清晰一点 一旦知道了可能会更加混乱 就是我刚才说了 上任国王叫克里古拉 他喜欢现在皇后的妹妹 其实这个妹妹是克里古拉的妹妹 亲妹妹 亲妹妹 也就是说现任皇后的妹妹和善任国王皇帝 克里古拉是兄妹三人 但是大哥喜欢最小的妹妹 而大哥其实讨厌这个皇后 在克里古拉当任期间把这个大妹妹给流放了 就是这个皇后 对 他就喜欢这个小妹妹 在古拉世界皇室的近亲结婚是非常常见的 皇室贵族之间也都是亲戚 所以说塞内卡和皇后的妹妹有私情 就被坐视他想要杀死克里古拉的一个动机 那么新上来的皇帝克劳蒂一时调查了一圈 也没找到任何真凭实据了 只好就把塞内卡流放了 要找到真凭实据直接就刺死了 那还挺讲理的 还行吧 而这个被构陷了和塞内卡有染的皇后的妹妹 是直接被刺死的 反倒自己家人刺死了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这个小妹和上一任皇帝有染 而大妹和上一任皇帝关系不好 也就是说皇后和皇后的妹妹之间是不合的 而这个皇后就是大妹妹呢 是克劳蒂一时上位之后才给她从流放中招过来 所以皇后一回来就把这个和克里古拉关系好的小妹干掉 也属于合情合理 那么皇后妹妹死的时候呢只有22岁 而当时被流放的塞内卡是45岁 把她流放到了意大利旁边的叫科西加岛上 科西加岛现在不属于意大利了 属于法国 这个岛不小但人口不多 在古罗马时代就是布毛之地 被流放这个事情一开始对塞内卡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毕竟她是被冤枉的嘛 就因为有才华 又被判死刑 又被构陷 又被流放 但是她很快就想通了 她认为流放有可能是她人生中必须经历了一段自我提升的过程 而且流放可以让她更加安心地研究哲学思考人生 所以她在流放期间也写了不少的信 其实后来塞内卡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信 写给谁 写给谁的都有 她写信和我们不同人写信不一样 内容基本上都是她的哲学观点和人生智慧 表面上看似写给某一个人 但是谁看都能感觉到一种人生的提升 是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每一封信后来都是一部文学作品 那么她在流放的时候写的一封非常有名的信 叫做慰问母亲赫尔维拉 她在信中表达了对母亲的安慰 说自己虽然被流放 但并不痛苦 自己行的端做的正 只是换了个地方住而已 所以母亲不必担心 她为什么一定要安慰她的母亲 是因为她母亲一生都非常苦命 她母亲出生的时候 她母亲的母亲就因为生这个孩子难产而死 然后她母亲和她父亲结婚之后 她父亲就死了 后来她母亲又送走了自己的叔叔 和自己的三个孙子 所以这一辈子不断有人离开她的母亲 而最后的最后 她的儿子塞尼卡还被流放了 她很担心她成为压倒她母亲内心的最后一个道歉 当然这封经典并不是因为她写给她的母亲 是因为也体现出了哲学思想的一些精髓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学会受苦 那你所受的苦就都白费了 这是她的一个哲学思想 就是你应该接受你所受的所有的苦 她这个哲学派别叫做斯多哥主义 斯多哥主义和我们讲的道家思想非常的像 认为宇宙是有序的 一切遵循自然法则 人们应该努力理解这些法则 并根据这些法则理性和有逻辑来生 斯多哥主义中 管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叫做 不叫道 叫做罗格斯 这个罗格斯在古希腊语中意思很多 有话语故事原则 因果理性思考等意思 后来英文翻译的时候 把它翻译成了叫word 我们也讲圣经约翰福一书中上来第一句话 这里边这个word其实就是罗格斯 在古希腊语里写的是罗格斯 而中文直接把它翻译成道 中文版的叫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准确 这和老子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老子说 有道混成 天天地生 冤合辽合 独立而不改 可以为天下母 五位之其名 自知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前有什么东西 就是道或者叫大 大家注意 不是圣经借鉴老子 也不是老子熟读圣经 应该是一个共识性巧合 阿卡西记录 对 或者来自于基地前一识 这两个东西诞生时间是差不多的 罗格斯这个词和道这个词 诞生时间是差不多的 就造成了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 老子说创造宇宙的东西叫道 道是宇宙的规则 而圣经里说创造宇宙的东西叫罗格斯 叫word word就是神 而我们认为创造宇宙的是原代码 原代码就是word word就是罗格斯 罗格斯就是道 所以我们都认为宇宙是虚拟 对了 说到老子 我们在老子的影片中讲到了大器晚成 后来有网友提到说 西汉马王队出土了博书版老子五千言 上面写的不是大器晚成 而是大器免成 确实 我也觉得大器免成似乎更符合老子的思想 大器免成什么意思呢 就是厉害的人厉害的东西是不需要 人为雕琢就可以成器的 大器免成吗 简单来说就是牛人 终究是牛人 不努力也是牛人 当然我觉得大器晚成也没有错 大器晚成是后来人对于老子的大器免成的可能一种解读 就是要成就大事 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不能急功近利 这也是完全符合老子的思想 但是大器免成似乎更好一些 更彻底的表现 老子这种完全放弃的感觉 大器免成 什么都不用雕琢了 大器晚成 还要努力努力 你稍等等不要急功近利 那么斯多哥主义其他的观点还包括 禁欲 就是人不要有那么多的欲望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对别人羡慕嫉妒犯 接受命运的安排 勇敢面对你的命运 不要尝试去控制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比如生死 比如他人的行为 就是不要尝试去改变和控制他人 你应该专注在自己身上 自我修养的提升 你什么时候专注了自己 你的人生才是幸福 这就是斯多哥主义 好那么再回来 这个塞尼卡被流放了八年之后 也就是53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皇上把他给叫回来了 赦免了他的罪 而且任命他为自己11岁皇子尼路的老师 为什么突然改变了 其实不是皇上把他给叫回来的 是皇后 皇后知道塞尼卡特别的有才 所以就请皇上赦免了他 把他给招回来 当自己孩子的老师 那么皇后为什么一定要找个这么好 这么厉害的老师呢 就千里迢迢把他给招回来 是因为皇后的儿子尼路 不是皇上的亲生子 那是谁呢 是皇后和他的前夫所生的孩子 在古罗马时期 皇帝皇后是经常结婚离婚的 他不像我们 一个皇上有三公六院 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就结婚 不行的话就离婚 再和别人结婚 克劳底一是当皇帝之前 结过四次婚 所以有很多的前妻 而皇后小阿格里培娜 在成为皇后之前也结过三次婚 所以有很多的前妇 尼路就是皇后和他第一个老蒙的孩子 也是个贵族 那么古罗马皇室 为什么要常常结婚离婚呢 不是因为长得不好看了 就是人老周黄了 或者是性格不合 跟这没有关系 他们所有的婚姻 都是政治婚姻 就是当时局发生微妙的变化的时候 各大家族之间 就要平衡他们的关系 就会要联姻 换一换 对 这两个结合写得太强了 那就猜猜 和这个结合结合 这种感觉 这要拉拢势力 自己说的不算 所以你和个多大岁数人结婚 都有可能 你和多少个人结婚 都有可能 只要时局需要 你就需要不停的结婚 那么皇帝本身 也是有一个亲儿子 是和前妻生的 比这个尼路小四岁 这皇后就非常担心 皇帝把皇位传给自己亲儿子 不传给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就一定要把尼路 培养成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虽然他是嫡初 而且是长子 但是不是亲儿子 所以就一定必须 有过人的品格 这样也叫嫡初 这算不算嫡初呢 这皇后亲生的 但不是皇上亲生的 好吧 老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的 不能算嫡初的 不是嫡初了 所以他就要让这个儿子努力 要请个特别好的老师 还有继承权吗 有的 也有的 自然就要找最好的老师 那就非赛尼卡梦首 就当时龙瓦帝国 最有才的人 就是这个赛尼卡 那么这个赛尼卡 也确实不想继续被流放 于是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就这样过了五年 当了五年老师 罗马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这个克劳迪一世 突然因为食物中毒死掉 他的儿子尼路 自然就继位 现在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 皇帝的死 是因为皇后把他给毒死的 皇后有这么大的野心 他还帮皇后把老师召回来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克劳迪这个人 一直对皇后这些人 没什么兴趣 他自己对皇后也没什么兴趣 所以呢 他也没有打算把皇位 传给自己的亲儿 但是他渐渐渐渐发现 皇后一直在后面走动 就是传及各大家族的实力 就想支持他自己的儿子 当上皇位 他就觉得 这母子俩有点危险 当皇后发现皇帝 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 直接收起刀络 皇帝就死了 这样的话 尼路就自然成为 皇位第一继承人 那么16岁的尼路 当上皇帝之后呢 58岁的赛尼卡 就当上了皇帝的顾问 而皇后呢 就当上了摄政皇太后 当上皇太后之后 皇后就开始实行暴政 因为她想抓完这个权力啊 皇太后一直都是一个 相当冷酷 有手段 控制欲很强的人 所以上一任皇帝 还有上上一任皇帝 就把他给流放了 就是这个人不能留在身边 虽然是个女的 相当的危险 那他有这个能力吗 对 他有这个能力 回来控制住政局 他就通过这个 年轻尼路控制国家 而尼路一开始 也是听妈妈话的 但渐渐呢 随着尼路不断长大 他就开始烦了 他就不想让他妈干政 结果皇太后 威胁尼路说 你如果不听话的话 我可要扶植你的弟弟 一听这话 没过几天 皇帝的弟弟就被毒死了 史学家普遍认为 是尼路干的 他老师有这样教他吗 他老师不敢教他什么 都是他妈在教的 他妈找这个老师的目的 不是让这个老师来干政 是让他能够 加持自己的儿子当上 你既然当上 这个老师已经不重要了 那么最后是 在尼路登基五年后 也就21岁的时候 他亲自派人 将皇太后 也就是自己的母亲给干掉 他一开始想 制造一个事故 把他自己的母亲淹死 就把那个船弄肉了 但是没想到 他妈特别擅长游泳 活了下来 他妈没想到 是他亲儿子要杀死自己 他妈以为是别人要杀自己 于是派了个奴隶 回去告诉他儿子 说我没事 你放心 这个时候尼路一拍大腿 站起来说 我母亲居然派个奴隶来刺杀我 来人把我母亲干掉 是这样干掉了皇太后 那么皇太后死了之后 这个国家的政局开始动荡 毕竟尼路很年轻 尼路 21岁 尼路就开始实行暴政 反而一动荡 他们就实行暴政 尼路是历史上 特别有名的暴君 特别残忍 大兴土木对外扩扰 特别能折腾的一位 那么在这期间 塞尼卡他就不想干了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 给了个叫保里努斯的人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论人生短词 我们说了这么多 还没讲到主题 马上一道主题 大家稍等一下 我再把历史背景交代清楚 保里努斯和塞尼卡 是什么关系呢 目前是不确定的 因为塞尼卡身边 有两个人叫保里努斯 一个是他的岳父 一个是他老婆的兄弟 在古罗马时代 爹和儿子叫一个名字 很常见 妈和女儿叫一个名字 也很常见 所以这个保里努斯 究竟是他的岳父 还是他太太的兄弟 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是 这个保里努斯 是非常大的官 首先他是罗马元老院的元老 元老院就是国家设立的 最高的立法和咨询机构 专门负责立法和裁决 国家几乎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 就是一旦遇到争议 就由元老院来决定 元老院里面 都是各大家族的长老 是内阁 是内阁 但是内阁现在都是选举 他是终身 塞尼卡的妻子 就是贵族 所以这个保里努斯 就是元老院的 那么目前还知道 就是保里努斯 公元53年之后 当上罗马帝国执政官 相当于国家的首相 总理大臣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执政官是负责 国家大小事务的执行 而元老院是立法和咨询机构 他俩是相互制衡的 那么保里努斯 在担任执政官期间 罗马帝国大兴同路 对外扩张 所以这个保里努斯 就非常的忙 塞尼卡写这封信 给保里努斯 论人生短暂 就是劝他 说不要这么忙 人生不长 该放下放下 就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 今天的主题 讲讲这个论人生短暂 论人生短暂 其实讲述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 但又被大多数人 所忽略的人生道理 塞尼卡说 很多人在临死之间 都感叹人生苦短 忙活了一辈子 还没真正开始 享受人生的时候 发现人生基本上 已经过去了 那么人生真的短吗 塞尼卡说 其实人生一点都不短 好几十年了 对一个人来说 是完全足够的 那么为什么 我们会觉得人生短呢 塞尼卡说 是因为我们浪费了 太多的时间 我们不会利用时间 所以才会觉得 人生非常的短 就好像 你有很多的钱 很多的财富 如果你不会利用 瞎用 它很快就会花光 你的时间 你的人生也是一样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一下子就会花光 如果你会用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人生短 而现实是 人们常常为了 没有投入欲望 或者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 甚至是为了别人的欲望 别人的财富 别人的事情 在浪费着自己的时间 他说你设想一下 如果有人抢占了你的土地 占了你的房子 抢走你的金钱 你会怎么做呢 你一定会拿起武器 奋力的反抗 夺回自己的东西 但为什么偏偏 对于人生的时间 这个财产 大家却毫不振心 随便浪费 甚至拱手让给他人 既然时间和金钱 都是财产 那么我们为什么 只保护金钱 不保护时间 他说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的一生 或者一天也可以 你这一天当中 有多少时间 是花在自己身上 又有多少时间 是花在别人身上 很多人一天 除了吃饭睡觉 上厕所之外 剩下所有时间 都浪费掉 都花在别人身上 上班的人最为明显 你早上一醒来 匆匆忙忙 赶去车站 在路上就花不少时间 然后去上班 在公司忙一天 回到家 倒头就睡 那你这一天 真是除了睡觉之外 剩下时间 都在为别人所忙 可能有人会说 没有啊 我上班是为了赚钱 用我的时间 去换了金钱 这不能算是 完全为别人忙 好 那什么叫 为了自己的时间 什么叫 为了别人的时间 塞尼卡说 所谓为了自己的时间 就是自由 就是你可以任意支配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个时间 就是为了自己的时间 只要不是你想做的 是被迫做的 甚不由己做的 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时间 而是浪费掉的 或者是为别人的时间 有的人就是愿意上班 如果不上班了 他会觉得生活失去了规律 可以 那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时间 上学也是一样 如果你喜欢学习 愿意花时间去学习的话 那这个时间 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时间 如果不是这样 你是被迫去上学的 那就是为了别人的时间 如果你是主动来看老高影片的 那就是为了你的时间 如果你是被迫来看老高视频 谁会被迫 那就是为了别人的时间 好了 知道了如何区分自己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 大家可以回头再算一下 你一天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自己的身上 我想很多人算完之后会发现 你一天为了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睡觉其实不能算是为了自己的时间 它算是一种浪费掉的时间 只有真正的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间 才叫做 想睡一定要 可以 但是你想睡觉是因为累 你知道吗 你把时间花在别人身上 所以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是睡觉 他说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说一天当中有很多时间 其实不是为了自己 是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生命的终点 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 很多人都说 等我退休之后 拿了退休金 还有年金就可以安闲往年 塞里卡说 谁可以保证 你活到退休那一天 他那时候知道什么是公司吗 就是他说的是国家了 他给这个保里努斯写 我过来保里努斯当官了 塞里卡说 其实人生最大的错误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下意识认为自己的这种年轻 和健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部分人都是当自己年老了 当疾病来袭 当灾难来袭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 原来这一辈的长度 根本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 而这个时候 你也会意识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人生根本没为自己活 这辈子都是为别人的下忙 而当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往往就已经来不及 没有人的人生可以从来 塞里卡还特别强调 就是不要对未来抱有任何的期望 因为死亡和明天 不一定哪一个会先来 你可以体会了 他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了 他说死亡这个东西 绝对不是说你准备好了之后 他才会来的东西 而总是呢 在你完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 他就突然到来 所以你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多努力努力 等我30岁了干了这个 40岁了我干了那个 等到有钱了我再干这个 谁告诉你 你能活到30岁40岁 和你有钱的时候 而我们真正能够控制的事情 只有一个就是今天 或者说此时此刻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要为自己而活 而且应该把每一天 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活 好 退一万步 就算你可以保证 你可以活到明天 你的寿命也可以很长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时间的退一 不由我控制 不论你这一天 是否为自己而活 这一天都会过去 你的时间会不断 向人生的中间推进 你的人生不管有多远 推进的速度不会改变 一刻也不会停息 所以你要趁早 把每一天都花在自己身上 趁早自由去支配你的时间 做你想做的事情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 人生真正的长度是什么 就是你花在自己身上时间的长度 也就是说人生的长度 其实跟寿命的长短并没有关系 有些人年纪轻轻 三十多岁可能就离开了人生 但如果他的人生中 每一分每一秒都花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人生就只三十年 而有些人活到了八十岁 但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打工 为别人操心 那他的人生可能还不到二十年 而像你这样 他说保里努斯 每天不停的工作 为别人操劳 为这个国家操劳 就算给你一千年的寿命 你到死的时候也会觉得人生很短 因为你根本就没花在自己身上 而塞尼卡还特别强调另一个事情 就是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 尽可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年轻的时候的一年 和年老的时候的一年 价值是完全的 很多事情 人老了就不再有机会去做了 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想 说好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我从今天开始 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我自己身上 我不愿意上学 我不愿意上班 那我就天天打游戏 行不行呢 其实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塞尼卡说 时间这个财富分三个部分 叫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不可改变 未来不可预测 不可期待 而现在呢 虽然很重要 但是太过短暂 它也在不停的变成过去 所以真正人生积累下的财富 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过去 又是过去了 对 就是说现在 你可以享受现在没有问题 但是你人生积累下的财富 其实是过去 也就是你的记忆 所以不能留下记忆的事情 不要做 你懂了吗 你喜欢打游戏 你每天打游戏 打了三十年 那你回忆你这三十年 一句话就带过了 你的记忆只有一句话 三十年就浪费掉了 虽然你确实享受了三十年 但是你没有更多的享受 你没有积累下财富 你是享受掉的 没有积累财富 而真正的资产是什么 是记忆 所以人生单调 也是人生短暂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说人一辈子 应该体验各种各样的事情 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 来充实你的记忆 充实记忆 就是充实人生 这是为什么我们每期视频 都做不同的内容 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人生 他说月历丰富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体验过的人 是不会畏惧死亡的 哪怕死亡有一天突然到来 他也会欣然接受 因为他已经都体验过了 而打了三十年游戏的人就不行了 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的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有很多犯罪会留下记忆 不是留下这种记忆 是留下美好的记忆 对你要去回忆它 你不要留下无数的痛苦的回忆 他说因为他的这种想法 哲学思想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是干什么的人 他不是说要体验各种人生 丰富人 丰富记忆 这个人才是幸福 那干什么的人才是最幸福呢 他认为哲学家是最幸福的 他说因为哲学家每天都在思考不同的问题 这本身就很有趣 而且每天思考自己想思考的问题 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了 他说每天上班 每天忙活别人的事情的人 听从别人的命令安排度过每一天的人 哪有这样美好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而且哲学家通过大量阅读 古代哲学家的著作 吸收他们的记忆 这样的话 自己的人生就多出好几辈子 你吸收了别人的记忆 那演员不是很幸福 对啊 你演了很多人的人生 什么样的日子你都过过 什么身份你都担当过 而且他觉得 就是你看这些古代哲学家的著作 你就会感觉 和这些哲学家成为了好朋友一样 即使这个哲学家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你和他呢能够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 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老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和老子有产生这种跨时空的共鸣 是吧 你是否觉得老子有理解你 你是否觉得老子和你成为了朋友 我和阿德勒成为了朋友 和阿德勒成为了朋友 对不对 就是这种感觉 是吧 我坚信我们的观众也隔着屏幕和我们成为了朋友 即使我们并没有见过面 是吧 而如果你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的话 你就不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记忆 你就没有自己的人生 你的人生就会安顿 所以总结一下 塞尼卡认为人生的长度和寿命无关 它取于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你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 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人生自然就会变长 真正精彩和幸福的人生 应该是充实的人生 就是每当你回忆起你的过去 每一寸光影都是丰富多彩的 那才是真正美好的人生 而信的最后呢 塞尼卡终于又提到了鲍林鲁斯 她说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呢 就劝你辞职 离开现在这个纷争之地 人人都知道你有才华有能力 但你何不把这些才华能力精力 用在自己身上 趁你还没有彻底老掉之情 那么塞尼卡在写了这封信之后呢 就辞官了 他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捐献给了国家 从他捐出自己的财产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出来啊 他认为财产都是身外重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唯有时间是自己 他回到家之后呢 又写了一百多封信 再加上他之前写的信 合起来总共是一百二十四封 现在发现了一百二十四封 何丁城一本著作 叫做《道德书简给鲁基里乌斯》 鲁基里乌斯是谁 根本就不知道 回忆呢 就是他想通过这些信件来 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 留给后世人看 那么他隐退三年后 也就是塞尼卡69岁的时候 他再次被人陷害 参与了政变 于是被尼陆刺死 这个政变根本都没发生 就是尼陆听说有人要政变 就把他这个老师给刺死了 然后塞尼卡选择自杀 当场隔岸 你看这不就说明了吗 死亡什么时候到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用招谁惹谁 他就来陷害你 塞尼卡自杀的时候 他的太太也在现场 也尝试自杀 结果被尼陆拦了下来 尼陆为什么拦他 尼陆想表达自己 是一个宽宏大量之人 尼陆还到现场来了 这个各个书写的不一样 最多的说法应该是 尼陆没有缺 是尼陆的手下给他拦下来 那么塞尼卡除了这个 论人生短暂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著名的作品 比如说论幸福生活 论愤怒 这是讲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讲述愤怒的本质和危害 还有论益处 就是讨论恩惠和感谢之间的 复杂关系 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恩惠 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 很多文学家遵他为文学大师 他的哲学思想 对基督教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正好是基督教的萌芽集 他和耶稣生活在同一个年代 所以他在基督教 也被称作叫圣人 基督教的起义者 好 那么塞尼卡的人生 和他的论人生短暂就讲完了 大家感觉自己的人生 稍微丰富了一点点 明天大家会不会都不上班 不上班也不行啊 吃饭生活啊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开心的去上班 没错 就是你既然不能抛弃上班的话 那你就爱上上班 就可以了 一回事 就反过来思考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去告诉你的老板 我并不是为你打工 我只是爱好这个工作 我恰好喜欢你吩咐给我的工作 哈哈哈哈